大家好 今天我要分享另一則佛典故事 狐狸報恩 過去在一個林間當中 有一隻獅子王和五百隻的狐狸群們 他們常常相依作伴 怎麼說呢 就是這個獅子王 只要他去狩獵 沒有吃完的這些獵物食物 他就會給這五百隻的狐狸 讓牠們去分享 所以這已經是變成了常態 就是這個獅子王 就是到處去狩獵的時候 總是會留下一些殘餘的狩獵物 就會留給這些狐狸們吃 那有一天晚上 這個獅子王肚子餓了 他想要去狩獵 因為天色灰暗 牠就不小心掉到一個陷阱裡面 出不來了 而當時這五百隻狐狸 還是尾隨在獅子王的後邊 希望能夠吃到獅子王吃不完的這些食物 當時這有其中的狐狐狸看到這樣獅子王已經掉到這個陷阱裡面 非常害怕 就都逃離了 只有剩下一隻小狐狸留在那裡 盼啊盼啊盼啊盼的就是想盡辦法 想要把這個獅子王從那個陷阱裡面救出來 於是呢這個小狐狐狸呢 他就用自己的爪子呢 就把土一直挖挖挖推 推到這個坑洞裡面 讓那個坑呢慢慢積了土起來 就堆高了 於是呢獅子王就能夠從那裡比較高處呢 跳出來 果然呢 他後來就跳了出來 這個獅子呢就對這個小狐狸說 啊謝謝你願意留下來救我 這隻小狐狸卻跟這個獅子王說 我應該感謝你啊 因為你長久以來就是這樣子來照顧我們 我怎麼可以拋棄你呢 所以這個故事說到這裡呢 佛陀就跟在座的弟子們說 那時候的獅子王就是他自己本身 而那五百隻的狐狸群當中呢 其中那一隻小狐狸留下來救這個獅子王的 就是現今的安難尊者 其他的四百九十九隻的狐狸 就是提婆達多和他其他的比丘 所以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這佛陀在過去身中和眾生的不同的因緣 那希望這個故事能帶給各位一個啟發 那一隻小狐狸看 贈的小狐狸 是誰 我可以教你 我可以教你 有些小狐狸的小狐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